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没开始之前呢 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可以叫我芬姐 芬妹或芬老师 就叫我芬安提就好了 那我的外号是什么呢 外号叫AK47 讲话超级快的 所以如果等着大家 黑眼粉的话 肯定没有我吓醒的 所以想很请大家等着 给我一点点反应 那么我越讲越hot 就越多好料出来好不好 好 我再次给你们自己 一个最容易的掌声 这个框框它叫我站在这里 我是没办法站在这里的 为什么 我要走来走去的 可以吗 可以 来 OK Orange已经准备了 它知道我的款式 我一定是走来走去的 OK 今天我看了刚才那个video 其实我很想流眼泪 但是我忍住 为什么 因为今天我来的不是哭给大家看 我来和大家分享 究竟我们一年多两年里面 走过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OK 那么最重要呢 先讲一下我的背景 我来自灌丹 一个很美的地方 我十二岁就已经离开 离乡别井 去到吉林波读书 OK 十二岁就出来读书的人 独立没有 真是被逼要独立 所以当我毕业之后 因为我家里不是有钱人嘛 就是小康之家 所以我需要靠自己努力 来争取这个奖学金 才可以继续来大学 OK 所以大学毕业了过后 我就顺利成长 非常幸运 也进到这个银行行业 成为这个banker 那么成为banker 十多二十年前 不好意思暴露我年龄 那么很多年以前 banker做银行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业 当时在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很多朋友都找不到工作 但是我非常荣幸可以找到一份工作 但是当我做了一年的时间过后 我开始反省 开始醒过来 为什么 我问自己 到底我是不是要每一天 过着这个机械化的生活 每天早上就塞车去到office 那么每一点都是在做一样的动作 那么晚上呢又怕塞车 就要等到七点过后 才可以开车回家 回到家 没时间 可能看一部戏就睡觉了 我的人生难道就这么白过了吗 所以当时我看了 看了一看 我身边的同事 很多人说 到底五年过后的自己 会成为怎样的自己 很简单 看回跟我们同行的朋友 跟你在做一模一样的动作的朋友 他五年过后成为怎样的人 你就知道你五年过后 会成为怎样的人 对不对 当时呢我就看了那些 做了五年十年banker的同事 结果我醒过来 我不需要这些人生 为什么呢 每一天我看到经理 每一个分行只有一个经理 对不对 经理每一天在office里面呢 非常压力 压力到锁紧他的眉头 而且每一天都要面对那些上头的压力 所以我觉得区区的那五千多块的收入 要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好像不是我要的生活 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 也寻寻觅觅 让我认识了传销 请问有谁天生喜欢传销的吗 有吗 有没有人上落里就很喜欢群修的 哦群修来来来 找我我喜欢有没有 应该没有哦 叛徒群修都走了对吗 要大部分人才是这样的吗 所以当时呢 当我接触到传销的时候 我很另类 我第一个感觉到真的 以我没有背景 ok 以我没有很有才有势的父母亲 那么我只有靠自己对不对 那么一个人只有一双手 一张嘴巴能力有限 那么要怎么样才可以 在最短时间里面 不靠财力不靠能力 都可以背证 背证我们的能力 同时背证我们的收入呢 结果认识了这个市场背证学 才让我深深地领悟到 原来传销 可以让我们没有能力 没有资金 没有财力的人 都能够在最短时间里面实现梦想 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遇到了人生第一家的公司 不方便说什么公司 很多人可能都有参加过的公司 那么呢 当我参与的那家公司 三个月过后 我很果断 三个月过后 我马上辞职丢信 丢信了过后全职在传销 所以当时我的父母亲真的很失望 为什么 因为我的家里呢 四个兄弟姐妹 只有我一位是大学生 那么父母亲的期望会不会很高 会 但是这个时候我选择做传销 请问他们的感觉如何 酸酸的 但是也不会阻止我 为什么 他们给我自由 所以当时我更肯定的告诉自己 我一定要通过传销 改变我的命运 证实给我的父母亲看 我没做错决定 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 我全职做传销 做了那家公司 做了好多年的过后 但是好景不常在 那家公司呢 我觉得产品有点贵 所以以我当时二十出岁的能力 我身边的朋友可能 都没这样大的能力 所以呢 当时也有赚到五位数收入 但是也因为种种的原因 结果我放弃 为什么 因为觉得潜水游不了巨龙 这不是我要的 那么呢 当我齁 在寻寻觅觅 就好像我在说齁 我老公每次说的 每次要放弃的时候 总是让我们遇到更好的 就在这个时候 又遇到更好的时候 请问怎么选择 结果还是继续这一条路 为什么 全身流着 全身流着 已经流去全身流中 没可能放黑 所以呢 就在这个时候呢 真的又让我 真的又在传销聘起来 也试过 公司一夜之间倒闭 也有试过 但是还是继续要做 那么做了 我觉得这一路以来 十多二生里面 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以前不敢站上台的 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 中学小学的时候 从来不敢站上台 那么今天可以站上台还OK吗 所以个人成长 我得到非常大的这个收获 再来人生第二个最大的收获 就是在传销 认识了我的另一半 也就是刚才那个主角 我们的Jack Long OK 所以呢 当我一路走来 那么就做到我们这家公司 收入都很可观 也有名车 也有我们自己的房子 在这个时候 为什么会遇到爱多美 会改变主意 当时我已经觉得我不可能再换公司 我告诉你 每一个人都说 这一家肯定是我最后一家公司 对吗 不好乱讲 OK 来到爱多美才可以讲 以前我们每次讲这句话 你每次都是这样讲的 对不对 所以呢 当我遇到爱多美的时候 我真正我们两夫妻真正领悟到 诶 这个才是我们要的公司 怎么办 已经说了那家是最后一家 现在遇到更好的怎么办 所以呢 就在那个时候我们两夫妻呢 真正了解 真正上网去了解了过后 我告诉你 现在的人都是很聪明 你告诉他的东西 他会100%相信吗 不会 去哪里找资料 上网找资料 所以在爱多美不怕你会上网 最怕你不会上网 结果呢 我们一上网找了资料的过后 我告诉你 我们两夫妻睡不着 为什么 当我们听了老板的那个影片 爱多美公司未来展望的影片 我觉得我们真的等了十多年 终于等到正确 the right company 终于找到我们要的公司了 那么最重要呢 在那个当下 我们还有手上几十千的收入 怎么抉择 我们两个没有想这么多 为什么 我们觉得如果这一次 把爱多美这么好的机会 错过了过 可能我人生几十年 不会再出现第二家爱多美 到时候我就遗憾终身 所以当时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定呢 就去了台湾去向上线 更深入的了解 了解完了过后 回来呢 就发动我们的这一些 在当时的这一些伙伴 就去了韩国考察 那么去到韩国考察 最令我们惊讶的是 韩国这个成功学院 来的人真的是太多了 多到你会发觉 为什么你会好奇喔 很多传销公司喔 可能他的一年一度的会议 三五千人喔 一年做一次 但是爱多美的一日研导会 每一个星期都是几千人 那么每一个月的这一些 成功学院喔 各区加起来可能可以上一万人 所以你看 当时我们会觉得 为什么这家公司这么够力 所以回来了过后 我们两个已经做了一个决定 我们一定要睡下去做 这句话要讲广东话 分洛会走啊 ok 分洛会走啊 ok 所以呢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两个真的睡下去做 为什么我们知道 人生只有一次没有重来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非常努力的 就一直在发动 每一次喔 去到哪里都做Home Party 我们的Home Party不是三五人喔 是多少人 我们的人多到喔 甚至被那一个住宅区的 Guard House喔 的Guard来赶我们 为什么 感觉我们是好像非法聚会 太多人了 为什么 因为当时我们分享的是什么 没得赚钱 当时爱多美还没来到马来西亚喔 2015年还没来到马来西亚 但是呢 产品太好了 所以我们要分享有没有 所以我们当时分享的是产品 那么在分享这个平台 但是有收入吗 没收入 记得喔 没收入 所以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一做就越大 搞歹会啊 搞歹会这样有什么 这样涌着喔 到最后我本身 几十千的那个铁饭碗的公司 知道了 知道了过后 就召见我们去到公司 请问翻译员翻译到吗 我看到马来伙伴好像不了解喔 因为他好像听不到 可以吗 ok啊 那么呢 当时呢我们被召见回到公司的时候 解释的时候 他给我们两条路 一 你选择你的A公司 二 你留下来现有的公司 你们觉得我们选择什么 我们选择了放弃眼前的这个饭碗 几十千的收入 选择艾朵梅 resign peck pound low 所以呢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呢 做了这个人生的决定是在 2016年的1月份 请问艾朵梅几月才来到马来西亚 11月 11月14号才正式来到马来西亚 还没拿收入对不对 12月才可以拿收入 请问我们顶了多久 一年的时间 没收入 你别问我怎么过 我也不知道怎么过 以前留下来的钱 蜜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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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他都没收入了 那么不是只有我们没收入 我们旗下还有好多伙伴 都零收入 差一点都撑不过来 有没有 每一个人告诉我们一句话 我们听了真的很心寒 如果再不来 我们不能顶下去了 请问你们有听过这句话吗 所以你看 当时每一个人都撑不过去的时候 我们去韩国的时候 再问老板一下 确认多一次 老板 请问爱多美 几时来到马来西亚 老板给我们三句话 六个字 请你们等待 忍耐 守候 软丸 软丸 先偷 烦热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已经是很迫切 老板还告诉我要忍耐怎么忍耐 但是呢 也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公司也知道很多人已经在期待 在尽快时间 爱多美尽快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 真的 11月来到了马来西亚 当天我还记得我们在一个JB的一个点心店里面 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们全部标类 全部 为什么 因为那个期待的那个感觉 就好像你已经遗失很久的那个亲人 突然间你见到这样的感觉 所以当时呢 我们真的是疯起来 因为终于等到你来了 对不对 所以就在这样挣扎了 又继续打拼 OK 一年的时间 那么 在去年的11月正式来到了过后 很多人也很好奇 为什么才开幕两个星期 你们这么多人上Sharon Rose 请问 我们是两个星期上Sharon Rose吗 不是 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筹备零收入 所以一开Pod的时候 全部放上Sharon Rose 你可以不上吗 肯定上 所以我们四个月上星光 很多人说 不可能 你有问过吗 我一年前没收入 再加四个月 我是用一年半的时间 才上星光 所以 我觉得 在爱多美这一段路上 很多人问 为什么 你们已经 有好好的一个收入 选择放弃 为什么 你已经在这个最舒适的 comfort zone 为什么你还会放弃你 现有的那个饭碗 然后呢 选择爱多美 因为今天 爱多美呢 可以说 已经在韩国 真的是 你每个十个人分享 就有一个韩国人是爱多美会员 甚至呢 这边还有讲到 你每走过七个家庭 就有一个家庭 有爱多美的产品 那么 这什么意思 在韩国 它已经炫起一股热潮 对不对 但是 你知道来到马来西亚吗 在短短的七个月时间 我们有多少位会员了 425千个会员 给他一个掌子 好不好 什么意思 今天 在韩国呢 他花了 八年的时间 成为 十个人一个人 会成为爱多美会员 但是我相信 以马来西亚的速度 五年过后 也会同样的事情重演 你们相信吗 因为现在走在路上 随便跟朋友分享一下 好像都有听过爱多美 对不对 只是尽量不及尾门 对不对 所以呢 今天 爱多美在马来西亚 已经正在发生到火红了 对不对 如果你还不相信的话 等到五年过后 你的左边爱多美会员 右边爱多美会员 到时候你就有两个字 按堆 对不对 掌声就大声一点 所以我们说趋势来了 有没有 什么叫趋势 正在发生 未来会大流行 就叫做趋势 你等到五年过后 大流行 你才来开始 sorry 你已经太迟了 对不对 所以你就需要去到外国了 那么每个人都需要自己 喜欢自己的国家 对不对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等到 大流行才开始好不好 那么来看一下 再不相信的话看一下 我们Fortune Fortune是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商业杂志 那么马云 在十多年前成立阿里巴巴 有人相信他成功吗 没有人相信 因为 he is nobody 那个时候他什么人都不是 他不是一个很有名的人 没有人相信 那是今天马云成功吗 成功 那么同样的 那个右边的是谁 艾多美董事长 艾多美董事长也上了Fortune的封面人物 艾多美董事长在2009年已经看到这个取势 成立了艾多美 所以今天他也一样 让我们马云成为Fortune的封面人物 你还怀疑什么 好 我来问一下大家 当我们的这个汽车取代了马车过后 有谁还在骑马车 没有啊 当电梯已经取代了楼梯过后 请问刚才谁爬楼梯上来的 有吗 没有 那么请问 我们的Smartphone已经取代了 叮叮叮 Nokia手机 谁还在用Nokia手机 没有 所以你看 每个人都 因为时代改变 需要做出改变 对不对 那么今天 你如果看到了趋势 还视而不见的话 那么 以后 任何艾多美的好消息 都跟你无关 OK 所以呢今天 说到这边 我就讲一下中国 现在的这些网络的趋势 你们最近有去中国嘛 肚子饿了怎么办 按一下电话 饿了嘛 外卖咯 什么来的 apps来的 饿了嘛 外卖咯 这个是一个apps来的 饿了要玩碳名 咱们还玩碳名 都OK 等下来去 航海的时候 有很多黑衣嘛 黑衣 你没啥那个时候 你要QR Code scan一下 乞丐都有用先进的QR Code 请问 请问谁还不懂得用 每个人都懂得用 所以有些人告诉我说 online shopping mall很麻烦 我不会 请问 你不会可以学吗 以前你不会FB 现在你会吗 会 所以呢在韩国的欧巴桑 很多都没读过书 很多都只是小学毕业 但是今天他们在online 买东西比我们更厉害 就是因为当时还没大流行 现在每个人都会了 对不对 所以他们当时选择了 还没大流行之前相信了爱多美 所以今天成功于爱多美 所以今天大家相信爱多美了吗 相信给你们一个最烈的掌声 那么讲到这个我就要讲一下 我们有听到老板说过 AI时代来临 什么叫AI时代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是以后呢 很多东西都为人工被机械取代 对不对 那么请问看一下 以前他选过还有人收钱 现在他选过要自己过 没有人收钱 那么你要给parking coupon 以前有人在counter收钱 现在都没有 都用machine了 对不对 那么现在要搭 taxi都用 有吗 还有grab car 对不对 那么甚至现在的人不会认路 以前的人很会认路 现在认不到路 为什么 Race太厉害了 GPS太厉害了 对不对 所以本来不是路词都变路词 所以你看AI时代已经来临 我们的老板有讲过 68%的工作都会流失掉 都会消失掉 你们有没有想过 迟早有一天 我们的下一代都找不到工作 有吗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你现在的工作 还是铁饭碗嘛 你知道我们刚刚去台湾回来 我去到那个工厂 我很惊讶 为什么 平时马来西亚这边的工厂 是自己人手包的 然后要搬那个货 是自己用trolley推的 我告诉你哦 去到那个职场 我们的这个艾多美的卫生职场 还去了那个海台 夹心海台工厂 我告诉你 全部不需要能力 robot 还有回到自己走 然后traffic jam了 过后才有一个人来推开他一下 自己继续走 所以你看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很多人的工作都会被机械取代 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有开始担心吗 甚至没有化着 现在这些门市生意不好做 对吗 对不对 今天很简单的 如果我要买衣服 我看到这件衣服很漂亮 OK 我拍张照 拍张照之后 我就直接上网去找 search了之后 一模一样出来 那你刚才在店头看到的是 200元 但online卖只是100元 你选哪一个 100元 对不对 为什么人家不用开店头 所以人家的价钱不让你便宜 而且这么方便 就可以search到 所以今天很多生意 已经面对一个很大的困境 就是生意很难做 对不对 生意难做的时候 需不需要自己做出改变 或者是作额代币 怎么说 作额代币 对不对 哇 给我一个掌声 翻译也很辛苦 OK 所以呢 记得哈 艾多美呢 今天已经铁证如山 正式在韩国呢 已经发生了 已经创造了130多名的 这些亿万富翁了 那么今天 大家还是继续很舒服的 在你现在的环境的话 你就跟青蛙没有两样 什么叫青蛙没有两样 有没有听过青蛙效应的故事吗 那么要煮青蛙 怎么办法是最好煮的 用冷水煮青蛙是最好的 为什么 如果你用热水煮青蛙的话 青蛙很会跳对不对 一下去很烫 它就跳出来 sorry它就逃生了 但是今天 如果你用冷水来煮青蛙的话 我告诉你 那个青蛙会让你慢慢煮 慢慢煮 慢慢煮到熟 都不知道自己死在哪里 为什么 它冷的时候 哇 很爽哦 在游着泳很爽 那么 加热一点的时候 Jacuzzi来了 更舒服 继续游 继续游 游到100度 sorry叮咚 没了 所以那今天 如果我们大家 已经有危机意识 还保持不变 还视而不见的话 就跟青蛙没两样 所以希望大家今天 真正来看清楚 到底 为什么需要来看爱多美 这么伟大的事业 好不好 好吗 那么来看一下 爱多美真的可以做吗 有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 有吗 爱多美真的可以做吗 不懂嘞 好 来我们谈一下 你们觉得在市场上 什么 卖什么东西是最好赚的 第一个我告诉你最好赚的是 我们讲的这些武器 有没有 武器 为什么武器是被垄断的 少少成本就可以卖很贵了 有没有 第二个白粉 毒品 对不对 你们可以做吗 不关我们事 但是今天还有第三个选择 生活日常必需品 是最好赚的 为什么 经济好经济不好 有钱人 没钱人 跑路的人都要刷牙 对不对 对不对 走楼顺不顺有 所以有啊 所以根本 这个生活必需本 是最好赚的 分高都可以赚钱的 所以今天爱多美 骂的是什么 日常生活必需品 那么再来第二个 爱多美做的是网络事业 对不对 update go update go update 如果今天还开门做生意 不用再来选爱多美 今天爱多美 跑的是online shopping mall 而且你在马来西亚 你的顾客 可以坐到去哪里啊 可以坐到去美国 加拿大 日本 台湾 新加坡 马来西亚 柬埔寨 菲律宾 还有哪里 Mexico 泰国 接下来越南 印尼 还有中国跟着来 这个翻译应该翻译不到 应该翻译不出了 ok 所以呢 我记得 今天我们做的是全球性的网络事业 所以 他的这个潜能无限大 那么最重要 我告诉大家 爱多美是一个什么生意 来看清楚我的动作 爱多美是一个 b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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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iness 为什么big要讲三次 因为 重要的事情讲三次对不对 不是 sorry 因为爱多美是可以传承三代的百年事业 所以他是big big business ok 可以吗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 好 其实我昨天讲课已经讲到三次了 今天总有很兴奋 所以要有点hack 给我少少掌声都应该了 ok 我觉得我讲广东话也是不错嘛 哈哈 来看一下 在爱多美呢 我说不成功绝对是奇迹 为什么 因为今天爱多美 除了卖的是生活必需品之外 最重要 每个人都要用的东西 今天我让你用到更好的品质 但是不需要你多花钱 反而生了你的费用 请问可以做吗 可以啊 那么再来 最重要今天爱多美呢 我们没有叫你入会的时候给费用 对不对 没有入会费 请问你有任何的风险吗 没有 也没有逼你给我credit card每个月从小 也没有逼你要拿收入的时候保持 对不对 所以不需要顿货顿到一大堆 到最后呢 没赚钱货就一大堆 就拿来散货丢货 这个是不健康的 所以爱多美三无啊 无路会飞无从小 无保持而 所以呢 如果不成功的话 是谁的问题 自己的问题 所以记得今天看懂爱多美的话 为什么在韩国 130多名的皇家俱乐部成员里面 大多数都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为什么都可以成功 因为爱多美是一个公平的平台 只要你跟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一些 来做的话呢 绝对不会不成功 那么来看一下 到底我们要怎么成功于爱多美 大家想知道吗 没有人要知道 想不想知道怎么可以成功啊 成功于爱多美啊 懂不懂 爱多美怎么说爱多美啊 OK 爱多美怎么可以成功啊 爱上爱多美先 刚才老板说的今天 如果你不打算 不打算经营爱多美 但是 你都会继续用爱多美产品的话 那么 你就有资格成为爱多美的经营者 相反的 如果今天你觉得爱多美很好做 但是你不要用产品的话 sorry 你绝对不会成功 为什么 爱多美就是一个良心的事业 真爱灵魂的事业 你用到自己没有爱多美 你会活不下去的话 请问你身边的人 会看到你的热爱吗 什么叫做活不下去 我有试过有一天 来乙宝的时候 来乙宝的时候 去Dampoon City 去Dampoon City 那么去Dampoon City的时候呢 我忘记带洗脸霜 那么忘记带洗脸霜的那一碗 好痛苦 痛苦到什么程度 我的职儿呢 拿别的品牌给我 二姨你用一下我这个洗脸霜 我情愿不洗脸 我用牙膏洗脸 所以呢 我第二天就叫我的伙伴啊 叫他帮我带一只洗脸霜过来 那么呢带了过来 哇我马上整个人舒服到完 所以是不是没有爱多美活不下去 是 所以今天当你已经爱上爱多美 而且疯狂的爱上爱多美的话 你会成功吗 会绝对会 所以如何让自己爱上爱多美 而且是更疯狂的爱上爱多美的话 就看你的造化了 有一些人很奇怪 拿到任何的东西都怀疑一下 真的这样好没 因素真的这样好没 什么都要研究 而且什么都要过滤 对自己也没有信心 这样的人请问可以成功吗 我告诉你老板说 在爱多美最不能成功的就是 拿到产品一直读Label的人 最不可能成功 所以今天记得 那在爱多美呢 只要你用了产品过后 你爱上它 去跟朋友分享 简单嘛 简单 所以记得在爱多美呢 就只需要做很简单的动作 两件事记得写下来 第一 使用产品 爱上产品 过后去跟朋友分享 那么如果你做得到上面 第一个地点的话 我告诉你 你要成为销售大师不难 刚才我们说销售大师需要左边多少分 250万pv 右边250万pv 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很会用 你很会分享产品的话 要成为销售大师 绝对没有问题 但是 但是记得 来到传销 我们要做的是非凡自由 对不对 谁喜欢做Superman 内裤穿在外面 不想的话记得 要做什么 要做复制的动作 什么叫复制的动作 今天只有复制另外一个你出来 2个你 4个你 8个你 16个你 3个你 2个你 6个14个你 OK 全部复制到跟你一模一样的时候 你就达到市场倍增学了 那么今天 我们怎么可以做得到 来看一下 哎呦 我每次跟我的顾客讲产品 他很会买 不过 叫他做他不要做 有吗 讲到口水都干了 他都不爱做的 不爱介绍给我的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 大把咯 那么今天到底问题在哪里 问题就在 你每天去找他的时候 OK 你讲的话都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讲的 英雄常见变狗熊 虽然你很厉害 但是每天见还是变狗熊的 你懂吗 所以你要借谁的力 就借这些成功人士的力 请问你们今天来到这边 听到了刚才我们卓卓老师 还有Finn老师 还有我的分享过后 你觉得有没有一点 charge到电 没有的话 sorry对不起 OK 所以今天如果你借我们的这些 有经验的领袖 在宜瑞研导会帮你 讲给你的伙伴听的话 是不是借到力了 对不对 所以记得 如果今天你想要把你的这些消费者 变为经营者很简单 把它带进系统 怎么带进系统 把它带过来我们的会议 那么刚才说了第一个会议 中心会议 大家去过吗 马来西亚有160多家中心 对不对 每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 都会有一次的中心会议 大家去了过可以了解什么 更了解爱多美产品 更了解爱多美的marketing plan 也了解怎么加入会员之类的 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要影响人成为爱多美的经营者 记取他欲望的话 要带去哪里 带来大场一点的one day seminar 好像今天这样 为什么one day seminar一定会有root to success 成功人的分享 对不对 分享了过后我告诉你 在50分钟里面 总有一句话可以点醒他 对不对 是吗 如果那点不行的 算了不是你的问题 是他的问题了 OK 所以呢 掌声就大大声了 OK 那么来看一下 最重要的今天 带我们的朋友来的one day seminar 要成功一定要去哪里 哪里 哪里 成功 学院 为什么 我最爱成功学院 为什么呢 除了可以全部伙伴啊 庞先生兄弟先聚起一堂之外 最开心就是 大家来到了这个热炉了过后 没有梦想的人 都会让他记起他的梦想 找回他的梦想 请问社会残酷吗 请问老板会骂人吗 请问你会骂员工吗 请问你孩子会弄你生气吗 会 都是消极的 对不对 那么一个月以来 30天28天都消极了 请花两天来成功学院 给自己正能量好不好 好 最重要成功学院可以让我们呢 真正的写下人生规划书 可以给自己一个人生规划 好多人因为社会的残酷 已经以前小时候的梦想全部破灭了 那么只有通过再次的记起你的欲望 你才有那个推动力 所以我们在整个成功学院 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叫做 life scenario 对不对 人生规划的那一环节 你就可以写下你人生规划书 给自己一个最好的礼物 那么很多成功人士呢 就是去了成功学院过后就大成功 那么有这些好有经验的成功人士说到什么 在爱多美 你要成为royal master 皇家 皇家大师一个月收入200千的话 你要去多少次的成功学院 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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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了多少次一定会成功 来 200 一个月一次哦 200次要20年呢 我不能 多少次 36次 去了36次过后 你不成功是奇迹 但是 成功 到底 是不是180就会成功 100个里面有一个不成功 为什么 他每次来成功学院就是因为 哦 芬老师讲要来36次吗 我 来了10次了 再来11次 来到的时候 摇角 电话由头看到尾 FB由头看到尾 那么我们每次检查下线 有没有在FB 就是我们自己去看一下FB 他有没有按东西 有的话就知道他在偷懒 在看电话有没有 那么今天 如果你带朋友来的时候 你自己一直在看电话 请问你隔壁那个会怎样 跟着你按电话 隔壁那个简直看到尾 由头看到尾没有抬过头 对不对 所以今天到底你来是为了什么 你来是为了交代的话 请你别来 为什么 你来的话 你拿了我一张票 你让另外一个有潜质的人 失去了一张票 所以我情愿不给你 对不对 所以今天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来的话 你用心的来学习36次的话 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 要不要听故事一下 好 这个故事呢就是一个物理学家的故事 物理学家爱因斯坦 大家都认识对吧 那么爱因斯坦呢有一次 他的相对论被推出的时候 就被邀约到很多大学去分享他的报告 那么他去分享报告的时候 反应非常热烈 所以反应热烈就一直被邀请嘛 被邀请了30多场的这个报告会了过后 他开始有一天累了 在车上前往另外一家大学的时候 他跟他的司机说 司机我很累 我非常累 那么那司机转头看倒后镜 哇爱因斯坦的脸已经苍白了 他就告诉他说 哎哟博士你不要去 你去也没有力分享 然后结果你知道爱因斯坦说什么吗 爱因斯坦说 我就算讲不到 我也要去讲对不起 讲一声sorry 表示敬意 那么呢 这个司机知道 博士的性格 不可能可以阻止到他 他就说 好 我载你去 不过 请答应我一个要求 让我为你代劳 我帮你讲课 爱因斯坦怎样 爱因斯坦 傻去 蛤 你帮我讲课 你是司机 我是博士勒 你可以讲我博士的东西 好像没有什么可能哦 然后结果司机怎么回答 司机说 博士啊博士 我是你身边最亲的人 我听你的相对论分享 分享了三十多次 你信我一次可以吗 然后结果去到了大学 就要大学了过后 博士就把他的外袍 给了司机穿 那么司机上了台上 就由头到尾 发表到要轮追光塞 相对论讲完了过后 掌声如雷 怎样掌声如雷 来一下 掌声如雷 结果掌声如雷 是不是很兴奋司机 突然间有一个 另外一个博士举手 博士啊博士 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 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会发生 蛤 司机惨了咯 他是司机 他不会回答怎么办 结果他就回答说 哦 你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我的司机都会回答 结果司机回答了 所以什么故事来的 这个故事就是说 今天外行人 请问你没有经验 但是用心的学习了 36次 你可以复制到像台上那一个 有经验的人吗 绝对有可能对不对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用心去学习的话 可能下一个爱因斯坦的司机就是你 掌声 所以呢今天 我们来开会 我们来会议 第一次来 是让自己大开眼睛一下 了解一下 接触一下 对不对 那么三次了过后 开始可以吸收到 嗯 50% 60% 有没有 那么来了十次了过后 哎 开始敢去跟人家分享了 对不对 那么再来到二十次三十次 但是我告诉你 你上台的时候可能打死都不下台了 所以呢今天记得 来学习 不是为了自己了解而已 是为了你接下来 有伙伴问起你爱多美产品 问起你爱多美事业的时候 你可以表达出来 这个才是重点 对不对 所以呢记得 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一环 就讲求用心 而不是上线叫你来你就来咯 有没有 那么来看一下 我们的格局 去决定结局 大家相信吗 今天如果 你只要求自己人生有一个五位数收入的话 请问 Auto Sales Master 可以达到五位数收入吗 可以 你只是做Sales 就可以让你达到你的五位数收入 十多千 十出千 但是今天如果你的梦想 你的格局只在十千 请问你有可能赚五十千吗 不可能 所以今天 到底你格局有多大 就看你自己了 那么今天 请问 把自己的格局放高 要给钱吗 不需要 把自己的这个格局放高 目标放高的过后 要找谁分享 找你的上线 为什么 我们每一次呢 怎么去看重点人物 如果今天我跟这个伙伴 跟他谈了一整天的够 他跟我讲 我一个月赚三千就够了 请问 我会给他很多时间吗 我给他一点时间 那么另外一个 我要最短时间里面 拿到三十千收入 请问我会给谁时间比较多 三十千啊 因为三十千的人 他的动作就不一样了 有没有 他的思想思维就不一样了 有没有 如果你只赚三千的话 请问 如果遇到顾客很麻烦 又要退货了 等下又叫你去送货了 你会去吗 你觉得没有利 因为三千块要做这样多事情 很麻烦 对不对 但是如果今天三十千收入 顾客跟你讲 我这么吃了 那味道是这样酸的 你可以解答一下吗 这个没有问题的 我小孩子都可以吃的 你很热情的去回答 为什么 因为值得 对不对 所以今天 如果你每天在想着 一起床就有五千块收入 请问有问题 可以回答一下吗 可以 所以记得 来到一多美呢 把自己的格局放高一点的话 我告诉你 什么问题都不成问题 对不对 ok 再来看一下 那么最重要呢 在建立我们的组织的关键 就是我们的组织里面 有多少人进入系统 怎么讲呢 就是每一次你来的时候 你有带多少人来出席会议 如果永远都是你一个人的话 我告诉你你要加把劲了 为什么 你还在Superman ok 你想要把内裤穿在里面 请改一改 ok 把人带过来好不好 要带多少人 等一下我给大家一个目标 大家写下来 可以吗 可以 再次 大家有一个最厉害的掌声啊 我告诉你 我说广东话 好像云昌尾 ok 来 来看一下 在韩国有130多名的皇家俱乐部成员 每一个的收入都是2亿韩元以上 那么这130名的这个成功人士里面呢 他们做了一个统计 那么这些人是不是天才 是不是很厉害的人 来看一下 平均呢 他们这个年龄呢 大概都在60岁 那么呢 最近好一点 55岁以上 请问在座有谁是超过60岁的举手 应该几个罢了 对不对 我看到大家都很年轻吗 哟 大家不敢抽笑哦 有没有 所以你看都是老人家 所以我第一次去到爱多美 我觉得好像老人院 ok 然后再来 第二个 他们的学历都平均在中学毕业 那么最近好一点 在高中毕业 ok 请问谁有读到SPM的举手 SPM的 没有吗 全部没担心的 没可能的 没可能的 ok 那你看 全部都是没有什么读到高等的教育 那么再来 有没有能力 请看一下 50%的这些领袖都不曾拿麦克风 拿到麦在台上会抖的 ok 没有能力的 有没有钱 有没有财力 来看一下 老板说全部都是丐帮 koybong 连买黑毛衣的钱都没有诶 所以你看 大部分都是没有财力的 那么他们是天才嘛 不是 他们也不是有条件的人 为什么可以成功于爱多美 很简单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都谦卑学习 从来不缺席 不缺席的意思就是说 刚才我说 要成为Royal Master 要去多少次的成功学院 36次 你去到第35次 你miss了一次 重新再算 ok 所以记得 他们是 任何一场都不能缺席 所以呢 他们的谦卑学习 让他们每一个 没有条件 没有能力的人 都能够在爱多美 在公平的平台 大成功 那么来看一下 成功就取决于 你的组织里面 有多少人 跟你一样 每天在分享爱多美 这样好的产品 分享爱多美 这样好的平台 请问 你问一下自己 你的组织有这样的人吗 跟你一样 很喜欢讲爱多美的有吗 见人就讲爱多美的有吗 上Youber就讲爱多美 去洗头发就讲爱多美 然后去给小姐讲爱多美 有吗 哦 有吧 ok 所以呢 第一个 有人跟你一样吗 有多少个 请去算一下 那么再来 有多少人出席会议 请问今天有带朋友来的 举手一下 老公也算啦 来 有带朋友来的 举手一下 给自己一个鼓励好不好 看 来 不错了 ok 那么呢 最重要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要成为 Auto Sales Master 拿到你 五位数收入 十多千的话 记得 一任研导会 目标要带多少人 五十人 那么我没有叫你马上 下一场就五十人啦 今天没有人 下一场带三个人 再多一场带六个人可以吗 ok 慢慢复制下去到有五十人的话呢 你不成为Auto Sales Master 都很难 那么记得 除了预保 我们全马各地有吗 有 所以呢 还要邀阅你各地不同的朋友去 各地的这些one day seminar 也算在里面 好不好 很好 再来 第二个 成功学院 至少要有十个人 请问爱多美 接下来的成功学院在哪里啊 马六甲 Bayou Legoon 你没有去过Bayou Legoon吗 小孩的天堂 一家人据点最好的地方呢 那么这一次为什么选到这个地方 真的非常好 这个地方可以说是 所有的这些伙伴聚在一起的话 真的很有team building的感觉 以前去到Viva Town 就是去上课就睡觉 上课就睡觉 没有感觉 但是去到Bayou Legoon 我告诉你 会有一家人啊 团聚的感觉 那么呢 After那个我们的两天一夜的课程 玩了过 还可以去玩水一下 带球去一起玩好吗 我不游泳啦 跟我玩球可以啦 ok 所以呢记得 今天我们的成功学院 要带多少人啊 10个人 就可以成为Auto Sales Master 那么 如果你的目标不在10千啊 不要 来高一点 我们要Diamond Master好不好 就是左边两个销售大师 右边两个销售大师 你就是领导人哦 那么一日研讨会要有多少人 最少50以上哦 那么成功学院最少30人 ok 那么Diamond Master的收入 小Diamond可以15千 大Diamond可以25千 看你的组织而定 大的人越多 肯定收入就越高 为什么 复制你的人更多 业绩就肯定越大 收入就相对的更多 ok 可以吗 然后再来 还有高一点吗 以后的朋友 总有赚多的吗 ok 你看哈 我们的Auto Sales Master 30千可以吗 30千 ok吗 ok 你看哈 一日研讨会ODS 要百个人以上 ok 成功学云 要百个人的吗 所以呢 现在我们的组织 每一次都有超过百人嘛 所以这个Auto Sales Master 肯定做得到 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对吗 只要每一个人方向正确的话 迟早一天做得到吗 做得到 因为今天你一个人 但是下个月你三个人 下个月你六个人有被针吗 有ok 只要你复制下去 每个人跟你一样被针的话 很快就可以达到你的目标了 好不好 那么来看一下哈 我的时间还剩多少 只有通过复制 记得 只有通过复制 你每天在做的动作 ok 你才能够达到 被针的力量 那么怎么复制呢 刚才我说了 就是 教你的伙伴怎么使用产品 有没有人这样的 你的伙伴问你 诶 那个产品好像很好用 怎么用 哦你自己上网去看啦 很多资料的嘛 你要华语去台湾啦 你要英文马来西亚啦 你要韩文 你们去韩国咯 对吗 请问可以吗 不可以 那么今天人是什么 人是感性的动物 对不对 今天如果你亲身跟他讲 你用到怎么好用 我告诉你 不用看价钱他马上买 不用看ingredient他马上买 对不对 所以呢记得 今天如果你亲自去跟他分享的话 效果绝对不一样 所以当你去分享了 那个产品多么好用的过后 顺便给他一些资料 OK把那些线上的资料给他 那么呢 也叫他去跟他的朋友分享 可以吗 可以吗 OK 再来复制带朋友来 我们的会议 请问 有谁今天约了20个人 宣布封飞鸡 有没有 诶没有哦 你们很厉害这样我不要教你们了 有没有放飞机 有要不要学一下好料 怎么约人来开会 请问哦 约人来开会要怎么约 有一些朋友呢 哦约朋友的时候就跟他说 哦我们今天在 The Vail Hotel 有一人研讨会 来来来来开会一下 请问谁会来 没有半个人会来 他会跟你讲哦我今天哦 要去载孩子哦我今天哦 有戏看哦很多理由的对不对 那是今天相反的 如果当你哦在一个礼拜前 甚至两个星期前 你就已经在推崇 在tea up的时候 你已经告诉了他 我告诉你哦 这一场一日研讨会 真的不一样 每一场你都讲不一样 就对了哦 真的不一样 为什么这次邀请到这个 Star Master 女性来的呢 结果都可以再多 每4个月 马来西亚开幕后 4个月的时间 荣升这个Star Master 才很年轻哦 不要暴露我年龄了 很年轻而已 结果都可以在这边 达到这样好的成就 而且听说哦他分享很不错的 我也曾经哦 有听过他分享 结果哇点醒我 我觉得哦真的去了够值得 我们每天都看戏嘛 连续就可以翻看再翻看再翻看 但是他来是不能翻看的 对不对 请问他会来吗 他听到你这样够力 哇气情上面上脸有没有 好啦来一下啦有没有 听到不好你们回咯 我告诉你进到来的肯定不会出去 为什么太兴奋了 听到太爽了 对不对 OK 所以我的时间没有了快快 OK 那么呢最重要的今天 再多美要成功 每个人要成功的理由都不一样 我们一定要找出自己的推动力 对不对 那么呢再多美呢 我们哦为什么可以零收入坚持一年的时间 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命运的话 真的我们需要一个很适合的平台 而且呢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要达到大成功 我要付出的是比别人多几十倍的努力 那么到底我们要推动力在哪里 我们要推动力呢就是我们的家人 我们每次都说自己还有几十年可以享受晚年 享受我们的接下来的下半生 那是我们的父母亲算一下他们还有多少年 我们每次说子欲养而亲不在嘛 树欲金而逢不止有没有 如果今天你随时放慢脚步的话 请问如果你的双亲两脚一身 你不能让他们享福你会遗憾众生吗 会 所以我们今天为的不是自己 我们为的是我们的家人 还有不能再等的父母亲 甚至我们的下一代我也很了解 如果今天我要让我的下一代好好的 真的享受几十年他的整世人的话 我今天多么努力 多么辛苦都值得 为什么我很喜欢这句话 我没有福气成为有钱人的后代 但是我绝对有能力成为有钱人的祖宗 我们每天都在感叹自己 为什么不是咬着金锁石出世 今天有的改变吗 没的改变 我们可以改变的是下一代 他就有如咬着金锁石出世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在从事这个行业 两年的时间 遇到的问题真的无数多 但是值得吗 我告诉大家非常值得 因为今天我为的不是我自己 我为的是我的下一代 甚至我下三代的命运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做的所有都值回票价 所以来看一下 我们说年轻的时候 左边是年轻的时候 还没结婚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要成功是为了什么 好恋喔 不可以睡给别人看喔 有没有 对吧 ok 但是呢我觉得成家力是有了孩子了过后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给我们的孩子更好的未来 所以今天找出我们的推动力 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只要你想着下三代的命运就在你手中 请问小小芝麻利的问题是问题吗 不再是问题 所以只要我们有推动力 我们有很非常重要的这个 一定要成功的理由的话 我告诉你 你绝对不会轻易放弃喔 所以呢要破茧成叠 必须付出百倍的努力 尤其在爱多美 爱多美不是fast money scheme 对不对 我们不是随便找几个人就赚你几十钱 sorry 这个不是爱多美 爱多美是要一大群的爱用者 从产品里面收费 爱用产品的过后 建立你的组织 建立你的组织 你的PV才建立你的收入 对不对 而且是源源不断 睡觉都可以产生的收入 好不好 好 所以可以付出努力嘛 值得付出努力 ok 所以呢来看一下 我觉得 在爱多美最好的文化就是 齐心合力的文化 在爱多美不分旁线 不分兄弟线 大家都是 帕安格的团队 对不对 所以呢希望在乙保 大家所有的中心长呢 能够齐心合力 把乙保市场打下来 好不好 好给你们个阵列掌声 好不好 那么呢 再多美 我觉得 如果我们肯付出的话 每一个人都会成为皇家大师 为什么 只要方向正确 我们就在皇家大师的路上 那么 我今天要以一个故事 来结束我今天的分享 要不要听故事啊 最后了 两个和尚的故事 有一条河流 这条河流的左边 右边有两座山 有两个和尚 住在上面 那么呢 两个和尚呢 每一天呢都会下山去提水 那么呢提水了过后呢 又上山 每一天都做一样的动作 所以两个就提水提到成为brother 那么呢有一天 这个A和尚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B和尚今天没有下来提水的 是不是睡不醒 然后结果他就不以为然 第二天 他还是没下来提水 结果呢他就很担心 他担心那个和尚 不小心在庙里面晕倒 结果他就爬上B和尚的山上去看一下 结果他进到B和尚的庙里面一看的时候 B和尚在做什么 打太极 结果他就觉得 怎么B和尚这样悠悠自在 问他 怎么你今天没有去提水 昨天也没有去提水 你不用喝水的咩 结果 那个B和尚告诉他 我告诉你 我之前每天提水了 我每天晚上都做一个动作 来我带你来 带你去看一下 这边一口井 那么这口井就是我每天提水 上到来喘到半死休息一下 继续在挖井 一直挖 每天挖一个小时 累的时候挖半个小时 就一直挖一直挖一直挖 今天终于这个井水喷出来了 所以我不再需要下去挖提水了 那么什么意思 请问在座的各位有打工吗 有做生意吗 有家人要做家务吗 要载孩子吗 有一大堆的琐碎事情做吗 有 但是今天为什么要去做爱多美 哪怕你没时间做一个小时 每一天 今天你做的每个动作 就等于在挖水井 让你下三代都有源源不断的井水 你请问值得付出吗 值得 所以呢希望大家 在爱多美呢 以这个呢真的坚持到底 相信公司 相信爱多美 相信自己自己的理念的话 肯定会在高峰见好不好 好